歌手突围赛,李小冬新歌又红了,预可为选错歌,而他唱了民歌。 歌手2018本周将会迎来最后一场常规赛,下周就会开始突围赛的赛事。 张韶涵、汪峰和杰石姐JesseJay以首发歌手的身份进入总决赛,所以在第12期的时候,将会以关赛的身份参与。 那么突围赛的歌手将会带来哪些歌曲呢? 腾格尔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和 腾格尔老师延续的是一直以来的老艺术家风格,之前的天堂和再见战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突围赛的时候将会带来父亲的草原母亲的和,依旧是一首年代比较久远的歌曲,但是很多网友表示自己对腾格尔老师的实力很放心,一定会挺进决赛的。 霍尔、倦朱莲 霍尊的倦朱莲是他从业以来的标记和符号,但是在最先站上歌手舞台的时候,霍尊并没有表演这首歌曲,这次选择了最拿手的歌曲,可以看出对这一期的重视程度,李小冬,我心肠自在。 李小冬 李小冬 李小冬离开歌手的舞台,是很多观众的遗憾,这次参加突围赛归来,李小冬将会带来自己的歌曲 《我心肠自在》,这是李小冬在离开歌手舞台后打造的一首歌曲,这次可以算得上是首唱了。李全,走西口,KZ,孩子,张天,玫瑰玫瑰我爱你。 李全,李全,张天,玫瑰玫瑰我爱你。 李全,张天,张天还有KZ,広定安昨天在机场偶遇,三人都是去长沙参加突围赛的录制。 李全,张天,张天,还有KZ,庞定安,昨天在机场偶遇,三人都是去长沙参加突围赛的录制。 张天带来的是女人伪十足的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、苏诗丁、《红眼睛》、李盛杰、《说散就散》。 一直擅长音乐剧表演形式的苏诗丁,这次带来的是《红眼睛》,而李盛杰将会带来去年大热的前任三的主题曲《说散就散》,很多网友表示对这个版本的《说散就散》充满期待,华晨宇、我、玉可维、英字。 华晨宇自阿突围赛的时候,准备的歌曲是我、玉可维带来的是英字,很多粉丝也是直呼吁玉可维在这一场的比赛,选歌有点失败,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不是可以把它送进决赛呢? 这几位突围赛歌手,你认为谁将会进入决赛,进行歌王之争呢?